原标题 老照片 七十年代在北京旅游打卡的游客 一代人心知所向的圣地北京 对于六七十年代的人来说 是一个神圣的地方 因为在当时的人们心中 北京有着世界上最亮的红太阳 北京不但是中国政治、文化、军事的中心 还是世界革命浪潮的核心所在 对于当时每一个到北京的人来说 对待着一种朝生的心理 也是很多人一生心知所向 而当时的北京 被视为全国人民的北京 来到北京的外地人 则将自己称为被邀请的客人 在北京人们最乐于观看 流连忘返的 还是那些曾经封建统治者所兴建的皇家园林 和进攻重地新中国建立以后 普通劳动者的地位 获得了空前提升 站在曾经封建统治者玩乐的十房前 也再也不需要卑躬屈膝了 曾经的紫禁城也打开了大门 成为了孩子们春游学习的场所 坐在桥墩上 为父亲拎着人造格皮包的孩子 现在算算年纪也应该笨五十 不知道现在过得好不好 不管在什么时候 动物园里的滚滚 总是能吸引不少的游客 驻读当时的中国革命历史博物馆 也曾试美一个到北京来的人打卡的地方 在这里重新接受革命的再教育 返回搜狐 查看更多责任编辑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